我這次的作品是餐桌椅 取名叫長長久久 這張桌子我這次用兩種木頭下去做結構 主要是桌面那張胡桃木 以旁邊的花麗木襯托胡桃木的木紋 那張桌子整體性就是傳統的筍接工法這樣 我把整個桌腳稍微修飾一下 比較感覺現代化流線型一點 花麗木是現代最廣泛使用的紅木種類之一 也是大西亞巨常用的代表性木材 和其他紅木相比花麗木價格比較合理 而且色調明快 觸摸的手感與質地非常的契合 這次的作品是想送給家人 透過這張桌子希望家人每天都能在一起的 作品是想送給家人 作品是想送給家人